在你人生中 你小時候見到鬼的時候 它是怎樣 突然間又沒有了 突然間 你想說哪一件事 你說 隨意 我經常說 做好事永遠都會有好處 我以前在機緣巧合之下 我又不是超級富豪出身 都是窮得人家出身 但你現在很好 多好 但問題是 我記得在2015年 我建立了一間學校在柬埔寨 和幾個朋友建立了一間學校 建立了學校後就沒有了 沒有再有絕緣體 有時都是剛才說的不好的因果 現在說好的因果就是 眾善因得善果 你做了這麼好事 天都不想嚇你 不想給那些東西嚇你 你就斷了 當時就是因為這樣而沒有了 你問我 什麼叫見鬼 其實大家都可能有這個能力 只不過可能你未修行 或未做任何事 你不知道 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很清晰 因為我經常告訴你 第一個步驟就是 你坐在我旁邊 你閉上眼 你也知道我坐在你旁邊 這就叫感覺 感覺 即是說 如果你在屋裡坐在這裡 如果你的家是有鬼的 你覺得這個方位突然有東西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你的感覺 你的內心 其實身體的感覺 不只是靠眼睛 眼耳鼻舌身耳 或者身心靈就是身心靈 你其實是能感受到的 即是你逛街 你就算閉上眼 你也知道前面有人 你不會撞過去的 這是第一個感覺 但有些人這個感覺都沒有 恭喜你 即是沒有就更好 百毒不侵 百毒不侵 或者你可能業障很重 不讓你知道這些東西繼續 一輩子黑仔 很多東西都未必是100% 有正有邪 有好有不好 永遠都是兩面 我覺得就算魔都可以改邪歸正 好人也可以變壞 我相信可以 是真的 所以第一個就是feel 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 你會突然眼尾瞄到 有個影 或者有個雲 再第三個step 就是慢慢level up 你就會見到好像 有人吸煙的那些煙在飄 但那些煙 譬如室內沒有人吸煙 無緣無故有煙 無故有煙 無故有煙 再第四個level 就是看到透明白色影 即是有些氣體 透明 整個人說是透明 在這個level 還有分 再上個level 就是看到不同顏色的靈體 即是不同法力 不同grade 有些厲害 有妖魔鬼怪精 類似這樣 不說話 但有分不同顏色 不同level 再上個level 就是你再開得更厲害 或者你的物輪 你的神通 再打開一點的時候 就會見到實相 他是什麼年代死 就是什麼年代的樣子 他是交通以外死 可能是一面血 可能他是1975年死 1975年的形狀 2015年死 就是2015年的樣子 很多這些 就是實相 所以有些古裝 有些現代 不奇怪 那 你看到的那些 是全部不同年代 我現在已經什麼都看到 還有我現在真心說 我不害怕 不害怕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會再搞他 如果是我冤青寨主 我懺悔 回向給他 如果是新認識的 他在受苦的 有時你會去到一個地方 突然覺得很頭痛 有 很頭痛就是有東西 是 很頭痛有東西 其實為什麼你會頭痛 因為他的負能量 因為他的負能量 還有他的痛 他想你感受他的痛 我想你感受我的痛 他只有兩種東西 要你跟我一樣痛 要不就是我很痛 這種就是我的痛 麻煩你幫幫我 我現在會選擇幫幫他 可能幫他念經 可能念咒語 或者點食指給他吃 我會不斷做的 基本上這三年 我每一天早五晚 我都在做 我每個月拜神的錢 可能在用一萬多兩萬元 我不介意 因為我覺得 我以前的小孩都做得不好 我希望今世做得好些 所以我會做這件事 如果各位聽眾 我沒有那麼多錢 或者不想做那麼多 念咒語回向就可以了 咒語很簡單 有一個叫大錘求咒 我自己戴著 因為這個咒 你戴著 是密宗的 你本身不是密宗都可以 都可以 總之你戴著這個咒語 在街上 如果風吹過 附近已經清醒了 都可以突然有機會去超渡 或者去擊落世界 或者再投胎 這個叫大錘求咒 大錘求咒 對 你上網可以找到 搜尋到的 咒語就是 讀音 正宗不要緊 你上youtube 你只可以看到 這個咒語 或者戴著這個咒 就可以超渡 你走到遇到的眾生 既然你走得正 或者人正能量開心 那些什麼 落降頭 鬼 冤身債主 他們真是很單純的 其實他們不會搞你 鬼真的不可怕 人才可怕 我經常都這樣說 真的 以前不明白 以前不明白 你以前覺得鬼是恐怖的人 不是的 人恐怖的 還要善良面孔的人 還要善良心地很黑 那些才恐怖 有很多 因為那幾年 遇到那個人 第一 他是一個妖怪的附體 他表面很正能量 又拜地藏王 你不知道地藏王 也可以這樣 你什麼時候發現了他有問題 就是你們不找我 突然好像醒了 是的 你知道是他搞的 我知道是他搞的 你不會覺得是我們搞你嗎 我不覺得 很幸運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簡直知道 他講了很多背後的不好的事 但當時我心想搞錯 我這樣也相信 我真的沒有做過 那就有你 不要緊 他來來都是我們圍內的說 其實沒有意思 之後我去了另一個師傅 那個師傅表面都很好 也有些資料 但是突然間 我叫了很多朋友 當時不認識 經常做駕倆 你啊 有些事 你去找那個師傅搞搞 那師傅真的幫他搞 但搞一搞 那個師傅很色 可能見到那個女生朋友 美女 說幫他清了 那些負能量 降頭 那些 嘴對嘴 跟他拙一些毒出來 拍戲嗎 大哥 這麼好笑 好笑 好笑 但是很色 這個坊間有很多間 他說而已 你有沒有阻止你的朋友 我不知道 他做完他很害怕 然後隔了很久 半年才告訴我 他做了啊 是啊 OMG 所以這個女生 如果你有緣分聽到這一集 或者聽眾 很多師傅 真的借這些身心靈 或者一些道術 來去性交轉運 真的不要相信 真的不要相信 如果他表演到 我經常在網上找一些資料 如果那個人跟你說 物中相收的 不要相信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如果能夠 那棵樹 那個蘋果掉到地上 他能夠用法力 把蘋果貼上去 摸摸尿的時候 他可以縮尿 那你就相信 真的嗎 即舉例 舉例而已 根本就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就算你認識這些 或者陰陽眼 你都不會相信這些 其實我們都要有智慧 不是別人說什麼 就相信 而且很多時候 有些師傅在喊 喊那些 信眾是做什麼呢 善信做什麼呢 尤其是別人美女那些 怕別人 可以的啦 我只要幫你封身 在你身上寫滿符罩 你就沒事了 脫細衫寫 是呀 是呀 很多 真的 心術不正 說真的 你是厲害的 應該這樣說 我現在都很熟悉 我自己不是一個師傅 但在我接觸這麼多師傅裡面 十隻五隻手指數 真的有料 是 我夠膽說 我也認識很多人 你當我認識二百個 是 但我五隻手指數了 是厲害的 我見過 全部都是 未必他不是厲害 但他一定是 怪怪的 可能是斜斜的 用一些不好的法術 或者咒語 是幫到你的 是 短時間 很短時間 是呀 我也曾經聽過 有一個 泰國的師傅 他們 譬如那個人 欠你錢 或者甚至那個人 是做一些 對你不好的事 你想令對方行衰運 只要你有對方福上 和他的八字 然後把他 原來有一間殯儀館 門口的專門揭起 然後把對方的事人八字 再加張符咒 再加上他的照片 放在殯儀館的門口 他會令到那個人 突然之間 行衰運 或者會遇到一些 怪病 沒有意外的 是的 他的方法就是 你想想 去殯儀館的人 是甚麼人 全部都是 家人人走 全部都是 帶著有喪事在身的人 當他走出來的時候 都踩過你的話 你看看你有多黑 但是這樣說的 這些邪法的事 其實坊間很多 當你修行得好 其實這些方法 你也可能會懂 但是你會不會用呢 其實用就很嚴重 因為很短時間 你可能很短 就算你真運也好 你很短時間放上去 你放斜實 比你正道快 一定 但是你要用甚麼來還 你可能用你的命 或者用你家人的生命 或者是病 來搞 如果你這麼忍心 那你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忍心 當然不要做這些 還有剛才說 害人的那些 是可以害到他 但是有一天 他旺的時候 或者他機緣口合的時候 或者他天知道的時候 那些東西反彈是十倍 成一百萬倍 報回到自己身上 那又何必呢 就是有時候你個人大方些 就是冤冤相報 何時了 其實有時候人家整理 可能就是剛才這樣說 或者我們的經歷 被人搞一搞 就令到你更加精進 成長了 令到你成長了 令到你知道是非黑白 如果不是他這樣搞我 如果不是我這幾年 遇到那些不好的師傅 我都不會這麼用心去收物鐘 我都不會這麼用心去改過自身 做好自己 你之前也不是一個壞人 不用改過自身 也有的 那些業障 但問題就是 這句話很適合所有人聽 如果你有緣分聽到這一句 我覺得 如果你所謂的師傅 也好 身心靈道師也好 愛你的人 是不會隨便花你的錢的 無端端被撞鬼 突然師傅跟你說 八萬八千八和你搞定 這個師傅可能有了 但他一定是心水不正 因為貪錢 因為我們的師傅是隨喜的 隨喜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錢 十元 五元 甚至你不給 他也不會黑口臉 但坊間很多師傅 沒有錢 不會幫你的 你要學法 五萬八 買個扶館 兩萬七 我覺得 又不用那麼神怪 如果你心中有神 你去廟去得多 菩薩自然保佑你 網台節目 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也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 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